上市櫃8月总营收突破3兆元 台湾股汇双涨 亚洲少见 台湾经济力的质变与量变 可以从金控业看出哪些端倪 六都老屋激增 住宅安全要超前部署 台湾银作为为老都庚的领头银行 后疫情时代观察到哪些市场现象 为老都庚串起新一批产业链 渴望引爆兆元商机 为老都庚要顺利整合完成 要具备哪些基本要素 央行上修今年GDP成长率到1.6% 新台币扣关29元 谈点后华为时代台股行情 哪些产业值得留意 更多精彩内容都在今天的 老谢看世界 各位观众晚安 我是谢金河 欢迎再度收看老谢看世界 这个礼拜我们先看这个影响 未来格局很深的 美国联准会 那么对最新的经济做出预测 我们看到2020年的年底 联邦理事会的基本利率 大概会到0.125 大概在0到0.25之间 市会利率是7.6 而通胀率是1.2 经济成长率是衰退3.7% 这个情况来看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美国已经在联准会议期三年之内 不会升息 换句话说大家一定要理解 未来我们会处在一个 一直都在一个相对低利率的环境 这个低利率会影响 未来的投资动向 非常的顺眼 那美国第三季的经济成长率 高盛现在的预测是达到3.5 大家记得它第二季的季的衰退 是32.9% 第三季因为第二季的基期非常的低 所以它可能创造一个 罕见的高成长 所以这个是季对季的增长 第三季可能会出现 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个大成长 我们看到日本在这个礼拜 首相换人之后 菅义伟上任 这个菅义伟上任之后 他上台之后说了内阁 有的留任 有的现在重新找人 我们看到原来的皇位大臣 何谓太郎 现在调任行政改革大臣 而他的位置由岸信夫来接替 岸信夫跟台湾的关系 非常的良好 那小钱晋次郎是小钱的儿子 他继续留任 这当中麻生已经是 他是安倍的副首相 现在继续连任 他已经79岁了 所以这个可以看到 日本的内阁 这次还是跟台湾关系非常密切 这个是在美中角力的时候 美国的大使Brandstad突然宣布离任 这个离任现在美国可能不会派大使 这个使得美中关系更加扑瘦迷离 好 这个影响台湾非常顺利 我们看到八月份台湾的出口 到达311.74亿 大家可以理解 台湾历年的单页出口 从来没有超过300亿 这个时候到达311.74亿 去年同期是290亿 这290亿到了311.74亿 最大的推手应该是来自华为的集单 也就是说华为在9月15号 遭到宪令之后 它开始的拉货的动作被库存 这个造成台积电 大概造成它的营收不断创新高 在311.74亿当中 从华为的首战的比重大概在15到20亿美元 那台积电8月营收到1228.78亿 这个7月跟8月加起来是2288 所以我相信到第三季的时候 有接近3500亿的机会 那我们看到联花科8月营收到327.2 也创下历史新高 这个都是有华为的效应 那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央行开始调整台湾的经济预测 你看到今年1.6 这个主地处是1.53 央行1.6 它明年是3.28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全世界的外资 现在也开始在调高台湾的经济预测 所以这个情况看起来比大家想象中来得要乐观 我们看到台币已经慢慢靠向29 我们很早一直告诉大家台币长期处在升值的态势 那过去一段时间大家对台湾的经济非常悲观 但是你如果从台币的走向 我们现在呈现一个股会双涨的走势 在亚洲是非常少见的 台股已经再度碰到一万三千点 那未来我们要看台积电怎么带 那每天的金值都到一千九百一十五亿 这状况非常好 上市贵公司你可以看一下 从1月的2.64兆 现在这两个月到了3兆 这显示台湾的整个产业的竞争力 不断地在往上爬 这个往上我们看到3兆以上的就是同期次高 那企业是历史新高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金融业 开始也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也就是说整个经济的市况好 那金控8月的获利开始往前 你看到富邦金他的8月获利132.7 国泰金127.9 那么现在的富邦金的税后 EPS已经到五块九毛七了 国泰金四块 第三名是中信金 但是大家特别记得 元大金在今年的表现 他是出类拔萃的 你看到他前8个月赚了179.5亿 EPS呢一块四毛八 元大金如果比市值的话 大概排在第九 但是如果比获利的话 他已经进到第四了 那新光金这次轰波跌起 但是他因为受捡公司 他的EPS呢一块三毛一 表现是好的 那往下看 后面是兆丰金 义三金 义三金也都一直是模范生 现在有点往下滑 第一金控0.96 这个往下看的话 我们看到目前为止 如果金融业的竞争力排行榜 国泰金到富邦金到兆丰金 中信金 一三金控是靠着智利元花 不断地拉升到第五名 然后第一金是第六 第七是合作金库 现在跟第一金的差距一拉越小 那第八名华南金 元大金第九 你看到第十名 彰化银现在1800多亿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第一金跟彰化银 过去在伯仲之间 现在它已经拉得非常近了 所以产业的经营当中 这个经营者 我相信这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台湾金明两年的 整个GDP的向上成长 这个态势 大家可以一起 我们可以看到 台积电对台湾所带来的 一个新的效益是非常大的 第一个方面 南科的跑利潜 不断地往上上涨 台积电买利电 利电也造成台湾的一个 在通力发电跟太阳能力产业 不断地上升 还有今年的投资力 创下九年新高 这个都是台积电所给台湾 带来的一个正面的效应跟贡献 等一下回来 我们要特别请台信营的 董事长黄博宜 跟台湾今年的郭文静总经理 来跟大家再谈都庚 我想都庚的发展 它出现爆炸性的增长 这个增长背后 小英总统不断地往在这个政策上 不断地加码 那么在这次财讯的杜根博览会 在礼拜六礼拜天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观赏